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我们又来到神的面 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的话 今天我们要读路加福音第八章 我们要从26节开始读 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 就是加利利对面 耶稣上了岸就有成立的一个被鬼附的人 一面而来 这人许久不穿衣服 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营里 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 大声喊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库 是因耶稣曾吩咐 污鬼从那里身上出来 原来这鬼几次抓住他 他常被人看守 又被冶炼和脚镣浑锁 他竟把锁链针断 被鬼赶到旷野去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神 他说我名叫群 这是因为复找他的鬼舵 鬼要求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谷底村里去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 鬼要求耶稣 准他们进入猪群里 耶稣准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出来 进入猪群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 头在海里淹死了 那处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 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 坐在耶稣脚前 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负责了 怎样得救 告诉他们 格拉森四围的人 因为害怕 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就上船回去 鬼所离开的那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打发他回去 说你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他们就去满城里 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那留意见 这是格拉森的这一段记载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 都是很熟悉的 那丢姐妹看见 for a long time 很长的时间 这个人一直活在一种状况里面 不穿衣服 不住在房子里面 却住在坟营里面 那这个 他活着 但是充满着可怕的状况 在他身上 他伤害自己 昼夜喊叫 极其的凶猛 没有人能够捆锁他 用铁链 也没有办法捆锁他 但是丢姐妹我们就看见 这一个极端的例子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对他 可是丢姐妹 耶稣经过这个 从过了这个湖 来到这个地方 丢姐妹记得 中间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大风大浪 他们想要 黑暗的群势 就是想要拦阻他们 不让耶稣到那个地方去 可是耶稣就是特意来到格拉森 丢姐妹 耶稣在格拉森子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 那没有人都能够 没有人能够做 但丢姐妹 耶稣一句话就解决了 所有一切的问题 丢姐妹 第一件事 你们会看见 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 有什么样的难处 丢姐妹 你这个求人 求告无门 那丢姐妹 我们就做一件事 丢姐妹 求告主就行了 把你所需要的 就是来到耶稣面前 把你所需要的告诉主 主就会为你成就奇妙的事 我们就看格拉森 那第二件事 我们看见 这个在赶鬼的过程 这个鬼就要求耶稣 让他们进到猪群里面去 猪群里面去 那结果耶稣迎娶他们 结果这一群 这个鬼就进入猪群 就催逼猪群 整个从山顶上就跳下去 所有的猪群 两千头猪的猪群 通通都淹死在这个湖里面 那丢姐妹 耶稣知不知道 赶出去的结果会变成这样子 当然知道 但丢姐妹在这边告诉 耶稣宁愿救一个人 宁愿牺牲两千头猪 可是在人的身上 人却看见这两天走的猪的架子 远远高过于这个人 这个人已经是一个人渣 根本就没有他也没有关系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子 神看人的架子 远远超过任何的东西 两千头猪 也许你一头猪四千块钱来算的话 那我不知道四千块能不能买一条 可能要四万块钱 我不想的 那丢姐妹 你乘以两千就知道 多少 多少 所以人到底值多少钱 那丢姐妹 一个灵魂至少比两千头猪 还要更值钱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 仇敌厂长就践踏我们这个人 就让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什么价值 不是的 丢姐妹 你看见在神眼中 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的宝贵 万物万事万物 都是神所有就有 命力就利 唯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那我们又看见 魔鬼就借着这个人 来折磨他 丢姐妹 你知道我们的神 在天上看见这个人 这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可是他活得像个鬼一样 那你知道上帝的心是多么的伤痛 所以耶稣为什么会独特 为什么要经过大风大浪 就是要来到这个地方 他没有做别人 那丢姐妹就是要来得着这个人 所以今天丢姐妹 在每一个灵魂都是积极的宝贵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要看中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的来传扬 耶稣的福音 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也要经过这个湖的大风大浪 就是说 就讲到传福音的艰难 因为我们会遇见抵挡的能力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 因为有抵挡 我们才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人 要就一切相信 你知道在印尼欧巴迦的教会 他在教会的门口 就贴着一个很大的标语 这样上面写着 付上一切的代价 抢救世上的灵魂 付上一切的代价 抢救世上的灵魂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让我们也把这一个标语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的 付上一切的代价 抢救世上的灵魂 求主恩待我们 在三月我们就要开始 我们的戏里比较住 弟兄姐妹感谢主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与主同心 也与主同心 我们就可以跟主一起来赢得人的灵魂 每一个灵魂都是极其的宝贵 那是我们所付出的 其实实在是非常值得 只要能够拯救一个灵魂 弟兄姐妹 所有一切的代价都是值得 上帝赐福给你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把best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开始为他们祷告 预备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弟兄姐妹把我们的DM 带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随走随传 有机会就把我们的DM 发出去 来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 来到参加我们的小组 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 弟兄姐妹感谢神 每一次她来到我们中间 她就有机会 她的心就有机会 被打开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上帝赐福给你 感谢主 美好的一天 又展开在你的面前 主与你同在 阿们